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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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收权设计的又拿来申请了外观专利 春总啊 您这回还真是大意了 您应该至少要求对方提供个评价报告 看看专利的有效性了 哎 早点来找张律师您就好了 这下车好了 我那两万块钱也白给了 现在还要赔三百万 那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 注销公司喜欢跑路了 我作为您的老朋友 同时作为一名律师 在此严肃地劝军吸了此念 您以为能一跑两只吗 跑得了出一跑得了十五吗 明知公司背负债务 还将其注销 显然有违诚信原则啊 您作为公司的股东 作为权力义务继承人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如果您也跑路了 届时对方申请强势执行 如果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到时候您会被限制高消费的 甚至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即变成俗称的老赖 不仅无法购买高铁票和飞机票 所有的银行账户 微信支付宝都会被冻结 甚至还会影响子女上学呢 所以一跑了之后患无穷 对不起是我付钱了 那您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看您的一审判决 也是刚刚收到的 判决尚未生效 建议积极行使上诉权 找出一审判决中事实认定不清 法律依据不足之处 即便改变不了侵权的定论 倘若能使赔偿金额降低一些 也是极好的 好 我要上诉 要上诉 要上诉 倘若每个人都有春总这样的认知与觉悟 这世间哪来的那么多老赖呢